新冠肺炎疫情没能阻挡法国到中国招收留学生的步伐 11月21日至22日 2020法国高校秋季巡展沈阳站正式启动 19所法国著名高校的代表出席巡展 众多学生和家长到现场咨询 22日下午 2020法国高校秋季巡展沈阳会场 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 看一看了解一下哪个学校的 还有疫情吧 因为疫情这个大背景下嘛 然后我们就是中国六月生 然后去那边应该也 说不好应该是有什么 还有应该对安全问题吧 想去法国学普到有 但是呢可能现阶段在国外的话 应该没有在国内安全 所以说也想先把这个东西计划起来 然后就先来看一看这个学校 中国是法国首要的高校和科学合作伙伴 法国高等教育署信息显示 中国留学生目前是法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之一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介绍 为了打消中国学生顾虑 法国各高校疫情期间会有特殊的措施 2020法国高校秋季巡展沈阳站 由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主办 据介绍 为了更好的欢迎接待中国学生 先后法国国家文明受贵 要求学生已经刚好成绩证明 凭借普通高中毕业证书 却可申请进入法国高等教育阶段就多 2021年初级入学学生 如符合必要条件 在法国留学平台上提交申请后 无需参加面试评估 危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